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出行 保证人是有海通和野村的 这间公司是怎样看的 我知道Wing平时有没有见过这间公司的迪达出行的app 没有用过 好像真的没有用过 顺便说说大家都是很常见的打车app 迪达出行主力就是集中在所谓顺风车平台 就是说后面也会说到可能你大概驾车经过那里 他就找一些用家 就是乘客会不会大概跟你去同一条路线差不多 问你可以买他那辆车 顺风车和平时我们所谓租车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说其实你不是真的专专做驾车赚钱的 不过你刚刚做司机 你拿开这条路你和app报了 然后你顺便就有人乞你 就是和你大过顺路的就兜过去 所以价钱就会低一点 它会比较便宜 但好像就是说你不用牵挂 又要报时 好像真的做得着司机那样 基本上就算他找不到乘客的话 他自己都会走那条路线的成本 没错没错 那就纯粹叫做多个人坐就分担成本 没错没错没错 当然租车也会做 好现实说租车当然不会滴滴的 有滴滴的那些当然就非常厉害 可以讲简单一个数字 他现在据招呼书说了 顺风车市场是第一 顺风车市场小 出租车市场非常多 还有他近一两年的增速非常强劲 这也是值得欣赏 应该这么说 据招呼书说 他现在一年交易掌握到110亿人民币 而用的人士就适合1亿1000万次 其实你除一除等于每支的单是大概100元左右 其实你想到似乎中长途单为主的平均 我没用过就不敢说 但我可以想象就是通常你顺风打车这些 可能你又要夹时间又要成 变成你可能在那些长途 就是大陆城过城那些 或者一个区或者另一个区那些 可能会多一些 我想到的就是因为国内很多人会出城打工 逢星期六日就可能会回去 可能在深圳打工 可能他家里在惠州 可能逢星期五晚上就会开车回去 然后星期一就会回来 那些情况可能他会用一个APP 看看有没有朋友都是这样方向的 他们就继续在一起 到时去到自己再乘车到自己家里 那些车费隧道费那些交通是真的贵的 那些可能需求会大一些 那他自己的收入大约是大概六亿人民币 五亿八千多万 那第一 活跃用户就是应用程式的用户 大概有这个一亿八百万人左右 那其实都可以用户人数来说 那这里他也有解释过那三种车的分别 那刚才就说了顺风车就是那种顺路 就不是说做司机的 那它的定价大概是出租车的0.3到0.5倍 就是说三成到五成的的士司机的车价 那对比起出的士 甚至是网约车 就是大家知道用开那些Uber 其实可以贵过的士 所以它主要是价格的优势 那当然它的供应 还有你那个路线未必去到完全符合 但是相对就有点缺势 但是另外一点就比较特别的 就是它的经营许可证 其实车辆和司机都是没有许可的 就是简单 它好像是Uber那样有点踩界 我想就是 当然Uber在香港就好像最近禁止了 就已经可以 但是它就少少偷鸡 我猜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Uber是以那个唯一的事业 是 这个顺风车的概念有点像 大家夹钱回家 所以就变了每个司机 我相信每个司机行使的理数 或者次数其实都不多 是 而且Uber很明显就是 就是你付钱Uber Uber分钱前面的司机 你看到一个Circle在这里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 可能做得就做得 没那么明显是这样付钱 直接拼弱的司机 所以纯粹一个叫做 平台中的沟通平台 Match up的平台 配对的平台 大家由深圳去韦州 总之你这个时间 你对的就坐 就算你不坐 他也会自己去 开车去 这个看回整体市场增长 大家看到了 其实在中国的出租车市场 其实最主要占了 占了九成都是出租车 例如的士和网约车 其实顺风车占了一个很小的 很少很少的比例 就是大概10%左右 当然另外前面两个 市场就难打入很多 根据他自己的公布 就是说他占了顺风车市场 是66.5% 赢了其他公司 但是如果他说出租车市场 其实就是他自称排第二 大概比第一位那个 就差了很多 第一位说是 一年就有4亿次 你其实说 我想第一应该是滴滴 应该就是 那就参了很远 我也有看了另外其他非官方的数字 就是说 在一个城市里活跃的车 应用户人数 滴滴出行是5千多万 滴滴出行大概是5千多万 不好意思滴滴出行大概是5千多万 滴滴出行大概是5千多万 滴滴出行是580多万 那其实就 你只剩下10分钟 10分钟 不够 但是他也是滴滴第二 赢顾虚也有提到他的apps是怎么用的 其实跟大家滴滴打车见到很远近的 就是个地图 你搜索一些名字 接着就可以找一下司机 然后再配对 我想大家香港用滴滴出行的 用过都大概知道是怎么用的 这里就是个月度的表现 你看到其实它近年增长的而且是不错的 你看到去年就是 说说由一个月七百万次左右 六七百万次左右 升到5千多万人士 其实是说七百倍的增长 后来有一个因为疫情关系就跌下来 但是近一年的增长的确实是挺强劲的 但是这家公司的财政就真的非常一般 它在2020年的头六个月 都是赚 就是不计用纯经营利润来说 大概是1亿5千万左右 但是你看到它的利润是蚀很多 蚀了7亿多 因为它一直没有资金 就不停发一些优先股给股东 基金基金 基金投资者 所以它的优先股累积很多 当它的生股数越大 优先股就升值 变成一个亏损 从经营角度来说 它最近半年赚了1亿半 但是它之前所有的季度都在试钱 所以财政上就不算太好 而且你看到它的收入方面 大概说了88%的收入都要提供顺风车 出租车和其他广告收入的占很少比例 对 这里下巴开看到它的财政 你看到它的流动资产 其实不是大过流动负债很多 就是说7亿多对6亿 而它的非流动负债是非常大的 说是40多亿 其实下面大家看到 其实它绝大部分多些 这些可熟回的优先股 大概就是41亿左右 但是那些就不需要有现金流产生的 就是它生意做得好 那些才会变成一个隐忧 是在账面上的数字 但是如果你说它不需要用钱去熟回的话 其实就影响不大 最主要它的生意收入增长越来越好 竟然日利越来越高 其实唯一的担心就是上市之后 那些人会弃势 没错 就是现在来说这些东西 就是当然它未公布的 下一轮大家可以下一两张slide看到的 就虽然它现在未公布 但是你看到就是 它应该就会将所有股票 就全部转了做正股 然后才上市 现在它discount多少未公布 大家可以预计就是说 当然给我们上市 discount可能不知道多少成这样 那大家都要考虑 可能过了这么十期之后 大股东华就很有动机出货 这个是将来的考虑 但是你看到这间公司 其实我觉得是最大的卖点 就是股东的来头 就是不错也不少 首先它有高令资本 就拿了它大概4%左右 接着有京东自己拿了4% 另外一间它有控股 就是持股四分之一的公司 这间逆车香港也拿了大概5% 接着就有另一间 葵程也拿了3%左右 另外一间叫华兴资本 其实就是专做一些科技股的上市 各方面 它也拿了不少 也拿了大概7% 另外另外叫蔚来资本 也是专做一些新科技应用的公司 就是大概17% 你看到其实它也有多少分量的投资者追捧 这个其中一个大家可以 就是对抽新股的卖点 我相信是 最后也要看它的定价 看它大概的PE 刚才所说的优先股 转换成本 大概折生多少 刚才算到其实它最后上市 是否值得去抽 如果总它这间公司来说 你可以当它最开始尾团 当然我觉得它没有尾团那么厉害 就好像没有什么营运上 所以就没有什么数字看 不过你看它将来有没有机会做得大 但问题是美团不同 美团就是它只有它和俄罗莲 而且在叮咚码头地打 但是它就面对滴滴打车 滴滴车是比较 现时是主义了市场 所以这是中长线来说 我自己对这个股票比较悲观 尤其是如果 顺便讲到 滴滴打车最近有多少 合作和新发展 今年搞多少的时候 它就说和腾讯合作 在地图提供打车功能 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 因为其实我觉得 你开完地图想到去哪里 再开一个APP 它是不顺手 也不方便 地图做了 你画完路线 立刻可以传送去找司机 我觉得这个原理很多的解决方案 应该这么说 所以你和腾讯合作 将你的打车融合地图功能 它的优势是多大 基本上就是将滴滴 融入了腾讯的神大圈里面 当然这是非常大的竞争 另外滴滴打车最近有 和中央发展这个数码货币 如果滴滴打车又开始 好像阿翁之前说的很多 好像TESLA那样 类似的方法 类似的 开支自动驾驶 开支自动驾驶 就出了一个自动驾驶的 系统做robot test 所以就是竞争压力非常大 我觉得 就是少少黑心 不是黑心的 应该是少少悲观一点 可能股东觉得 好像前景有点危险 不如趁现在尝试先 是有机会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发展那些 他有没有说集资的金页之后 最后会做什么 暂时还没有说 我觉得集资都是人民资金 这个我未提醒 好 我希望以上的资讯帮大家 以上的谈话 不需要人问投资买买的建议 我们在镇监部的齐帆人士 不排除本公司的员工及客户 持有信息多广告票 投资者在投资前做足够风险评估 需要侵求独立专家的意见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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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